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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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學員大家好 我主要介紹 我是林詠誠 林明成 台灣民進府的司法部 做司法大臣 今天我們要來 這個口要來分享 台灣民進府的司法改進 包括我們的主權效忠 要來講一些我們的 騙法 和轉型正義的部分 首先我們來介紹 這是一個正義女神 正義女神正義流行 Justitia 羅馬英 她是一個女人的行程 這是全世界 所有的發言 她的門口都有一個Justitia 雕像 手牙 她曾經除惡的 賤 這就是來自於立法權 先有立法 再有修法 再來 還有另外一手拿到一個鐵平 標示這是一個公平的心盤 那 目標 用那個甘打 把她奉起來 標示她無視被告的容貌 跟她的身份 跟她的家庭地位 我們要來認識到我們的租款 跟簽名款 跟台南簽名的中華民國的憲法 首先 我們的 豆手餅 這個就是 美國司法部的logo 這是美國司法部的logo 在我們上面 這個 是我們的大日本帝國 天皇的風紀 天皇的黃旗 這是我們的租款價 在我們下手邊 這是劉榮政府 做中華民國的憲法 首先 我們來介紹 大日本帝國 Empire of Japan 的憲法 來介紹 大日本帝國憲法 是日本基於 近代的 和君主立憲而 制定的首部憲法 他是參考東槌席 普魯斯國 在這段 阿秋的第一步憲法 公佈 公佈 民地 二十二年 就是一百百九年 和一百九九年 的時候 就是 很多 總統集合 這部憲法 也僵 說的 民地憲法 其實是民智維新 廣社議會 也有人說的 是 大日本帝國憲法 也 相對現在的日本國憲法 也有人說 古憲法 和建政憲法 大家注意 就是說 這部憲法 裡面有寫到 大日本帝國的文字 當時 當時 時 大日本帝國 又不是 日本國的正式國號 一直到 1936年 日本的國豪 正式統一成為 大日本帝國 這台日本帝國的憲法有七種 七十六條 就是剛才有法律國威首帝這份 這份是日本的原本 日本的原本還有包括教書的內容 另外一份是 我有跟翻譯過來 大家回去可以參考 要來講這個 這個要做帝制 帝制他的憲法 這個帝國憲法本文 這是第一 這份文書就是由 憲法教書所遷屬 離生後 所以明治憲法的教書 的位階 法律上的位階 是比教書比較多 意思就是說 天皇擁有 憲法也擁有 日本國 我們可以看大陸我們第一條和第四條 一條就是公道 第一條就是公道 日本的租款 所有租權的所有權 第四條就是統治大權 就是主權的管理權 那時候是叫做均主立憲制 也有人說是絕對均主制 那時候是絕對均主制 在國有的手中都有 第一種就說到天皇 第二種就說到 市民的管理與義父 在這裡要透過我們這裡的全部 要來回答我們的網友 這個叫做蔡雅芳 女士的朋友 她在說 台日本帝國 那個主權 是在政府 那是網友的 我們看第一條和第四條 它就有寫得很清楚 這個是所有權 這個是管理權 管理權是 自由基派 內閣總理大臣 內閣總理大臣 就是這樣 它的內閣就是執行憲法的機關 這都讓我們看到 要再來說一下 因為這個 做台日本帝國憲法 它就是 均主立憲制 就是要讓人民 有比較多的 表達他的 民意的 一些議會的三星 所以 天皇 雖然擁有所有的管理 不過 在在做 會計 會計制度 這也是有病 國家的財政大權 是在在 帝國議會 所以 天皇 你可以向全世界選選 你看不介意的地方 怎麼選選 不過 人民 可以來檢視 你這個選選 有意義不意義 甚至 這個人民 可以佛絕 他不要給你錢 你可以 對一個國家斷高 不過你不可以 真的要去跟他打 所以 所以 絕對君主制 他的財政權 是在人民的手段 要來講這個 台日本帝國的憲法 第七十三條 大家手段都有 日本國 憲法 是經過 台日本帝國 第七十三條 規定的 修改 定署 這條全民的修改 身為 一號新的 日本國憲法 日本國憲法 是在1946年 前後 前後 11月 初三年公佈 在5月初三年 還是幾一年 1947年的 5月初三年 是 經過到日本國憲法 第九十八條 這是 當新的 日本國憲法 這邊的 時 他當第九十八條 他有下到 在台日本帝國 的前提 所生立的法令 跟新憲法 最違背的 內容 跟台日本帝國的憲法 當時適合 另外這種解釋 就是說 只要沒有違背 新憲法的內容 這樣 既的憲法 既的法令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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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有一句話 說 新立無識 既立無別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 台日本帝國 1945年 他沒有滅國 日本國的憲法 是按照 大日本帝國的 73條程序 下去修正的 他是修憲 不是自憲 所以 他的國家不不不不 簡單來介紹 日本國憲法 他這裡有下到 我們 我們 最後 最後一文 有效的 一個 造書 就是日本國的憲法 成立 自己的手 由 由 帝國 議會標決 配準 台日本帝國憲法的 修正案 再次公佈 所以 新憲法 十九憲法 修正立立 夢國 才需要制限 台日本帝國 沒有夢國 沒有網國 新的 日本國的憲法 總共有十一張 一百零三條 主要 他修正的 最重要 就是 重點 在第九條的 封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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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開始在修正 要把天皇 退回 原首的位置 他們要回到 大日本帝國的架構 類似架構 可是他們回不來 他們回不來 他們要回來也是可以 可是 整個 包括要退出聯合國 那些都是要做的 因為 日本國 日本國是在 194年的時候 日本修憲 脱離開大日本帝國 我們台灣 是從頭到尾 任何的文書 包括 金山合併條約 都沒有 離開大日本帝國 是 日本國 在194年的時候 脱離開大日本帝國 現在要來講這個關係 這個關係 跟我們台灣 有什麼關係 100休憲年的時候 大日本帝國 11月29 大日本帝國 憲法實施 那時候就形線 就已經形線了 形線就是 有把這個地方做一個優化的管理 有的人在問 我們台灣 早前不是 中國那邊 有關係嗎 有 6個屯肯區 在西半部 西半部有6個屯肯區 再掛 朋友都做7個屯肯區 大部分 3分之2的土地 都是原住民的 所以當初是 馬官條有1百九五年 馬官條有所切割的 是西半部的3分之1土地 而已 所以日本 為了要征服整個台灣 他還花了20年時間 從一百九五年 到一九一五年 生日安事件 很多人 可能一些先輩的材料 生日安事件 那就是打百年事件 整個台灣 這裡全部收穫起來 建置完整的主權 建置完整的主權 而且在1945年4月1號 在台灣正式行線 正式行線 意思就是說 台灣有 有什麼人QE 他就會來這裡停 不再是拓殖地 他是在1945年4月1號之後 正式行線 行線之後 就成為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這是國際法所規定的 再來 一百九五年下官條約 台澎群島永久歌浪 大日本天皇 這大家 我們這些先輩回去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馬官條約 現在Google很方便 你跟他打馬官條約 還是下官條約 可以看他的官書的內容 是什麼 開宗民意第一條 你在前沿的第一行 就是大日本大皇帝 與大清帝國大皇帝 為了好平 為了兩國 還要繼續來用 所以 在前後 簽這個 簽這個 馬官條約 下這個條約 他跟台灣 掛 做 台日本大國 你會想 我們的下官條約 是怎麼簽這個文書 是因為交友戰爭 我們會知道 因為交友戰爭 交友戰爭是為了台灣人打的嗎 不是 交友戰爭是為了清帝國的附屬國 就是 朝鮮 朝鮮王朝 那時候是明成皇后的時候 明成皇后和日本人交惡 沒有好 結果他們人的韓國跟 朝鮮跟日本打仗 打仗完之後 他們那邊東學黨事件 東學黨的人 也是擔身上衛服 說他們這樣就刀槍不入 這是可能 平國人的一些幻想性 就刀槍不入 結果日本兵開起來的時候 沒有刀槍不入 結果朝鮮戰敗 朝鮮戰敗的時候 就向清帝國討救兵 清帝國就發動交友戰爭 要來討論這個廣州 等一下 在在一百九五年到一九一五年 世良我們事件的時候 台中本帝國全台政府 這段時間二十年時間 是叫做軍政時期 我們都已經 軍政、訓政、憲政時期 這是一個國家建制的一個基本架構 不只是國家 包括拓殖地 包括以前的加拿大 以前加拿大是大英帝國的拓殖地 後來他們建制成一個國家 就是這樣子 大英國是五十四個國家 同時效忠英女王 沒有規定一個方法 裡面可以有幾個國家 所以主權更大 還是國家更大 主權更大 一個主權下面可以有好幾個國家 包括澳洲 包括紐西蘭 都是效忠英女王 我們台灣也是一樣 在全台政府之後 我們十四族的原住民 和平保祖的人 都被收穫了 變得收服了 在1915年到1945年的3月31日 就是在民治憲法招數 宣佈台灣有效 併入台灣內地延伸 有效的時候招數 後面有一個大家看 我們可以去看看 很多 在這個時間 他在台日本帝國 在這裡實施 黃民化 給我們學院的文化 給我們學院的議員 給我們改調 我們以前會出炒 以前我們會獵人頭 那個習慣 大清帝國在台灣管了231年 我們也是這樣出炒 沒有給我們文化 他是來這裡挑選的 來這裡配一些好坑的 日本人 對台灣人比較 比較鮮心一點 他跟他的文化道路 我們脫離野蠻 所以讓我們脫離野蠻的 讓我們脫離蠻荒之地的 蠻荒之地才需要拓肯 是日本人 日本也是第一 也是保證委 台灣實施憲法的一個國家 再來在在1945年四月找 來日本帝國教書 給彭群島的人民 擁有參政權跟參政權 參戰權跟參政權 這是互相 一個是權利跟義務 互相成為權利跟義務 我們可以去他們的帝國議會 投票 當然要做成決定的時候 我們要不要實施 當然要實施 如果真的要招待的時候 在帝國議會那邊 決定要招待 如果要提供軍匪給天皇選選 既然我們去洋標決 我們要參選嗎 我們不要參選 所以當初四月設議的時候 天皇教書 辦保之後 我們台灣這邊 同時擁有參政權跟參戰權 參政權 都有三個 最議員 以前叫做貴族院 有三個貴族院的議員 有五個眾議院的議員 其中一個叫林憲棟 那個叫上議院 就是貴族院 有一個叫林憲棠 參戰權 台灣的代表者 就是住在賓棟 那個叫張楓旭 他爸爸叫張三中 頂山群 他就嚇一支破鏡 那支紅色的寶劍 紅色的寶劍 那是天皇所適餘的參戰權的代表 現在目前可能要在那張三中 他們兒子的手套 張楓旭的手套 可惜他現在 跟那個那個 那個 那個 中國派的那邊 沒有我那邊 可能生命也沒有 林憲棠也是一樣 林憲棠也是一樣 林憲棠 在那四月設議的時候 他是要做 帝國議會的 上議院的代表 日本戰敗之後 他就去挖中國 挖中國之後 在他發生的時候 他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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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對國師夢 對他的祖國的夢想 幻滅 後來他就死在那裡 英文不可能是台灣 他愧對台灣人 不敢大 愧對台灣人 所以 在那個 1945年 四月設立的時候 台澎群島成為大日本帝國 固有領土 內地延伸 憲政的開始 這個東西 有很大的意義 在那 1945年四月設立建政 教書斑埔建政 我們台灣總督 副委總督 是由什麼人人民 是由天皇人民 在1945年的四月設立 是同那個內地延伸 行憲之地內地延伸 那日本帝國的行憲機關是哪裡 內地 內閣總理大臣 所以在四月設立後 台灣的總督 是由內閣 所以派任 我要說這個東西 就是跟古金山好平調 有關係 在1945年的八月十五 台日本帝國導航 正式的一個 相處是在九月二號 美國軍事占領 日本 琉球 台澎群島 它設了三個軍事政府 在 日本這邊是由美國直接管理 在沃淇娜這邊 是由聯合國 委託美國管理 也是一樣美國管理 蔣介石 托管 托管給蔣介石 蔣介石 再派陳怡 來這裡代管 在1945年的十月十幾十多好 這段時間 從八月十五到十月十幾十多 這段時間 台灣是無政府的狀態 因為他們中國兵 也沒辦法過來 也不太敢上案 因為日本兵 還沒撤退 不敢上案 我們台灣人在無政府的狀態 有犯罪嗎 完全沒有犯罪 大家都很有規矣的 就像 去年的三月一樣 日本人非常有秩序 他們不會珍惜恐嚇 不會去掠奪資源 不會去掠奪資源 台日本帝國 台灣總督府 這個行鮮機關 比蔣介石的賬款 所改善 所解散 在1945年的初春 日本國的政治 草擬修憲 他們的時候就開始在草擬修憲 草擬修憲的時候 在日本帝國天宏 尋釁日本國政體國境 他就是那個時候 要實現出來的地方 全部都去寫一個 為什麼要寫一個 要切割 比照馬關條約一樣 就地踏坑 所以天宏尋釁日本國政體國境 親自就地踏坑 為什麼他不要派官員去踏坑 因為他建白天皇 他沒看好拍 大日本帝國跟日本國 都沒看完 都沒看完 那日本國政體的領土 翻譯他就全部都去看一看 誰跟誰交割 這個大日本帝國天皇跟日本國天皇交合 這是在那個法論上的一個定義 他雖然是同一個人 可是他是有兩個不同身份 因為日本國他要脫離台日本帝國 所以他要去看他在那裡 是新興的地方 比照馬關條約模式就地踏坎 在1942年 大日本帝國天皇遷屬 當然日本國修憲架構的教育書 他不直接簽到他們的憲法上頭 因為他也是要擁有 他不憲法 日本國的政體 脫離台日本帝國的政體 不包括帝國的台澎群島 也不包括流球 也沒有包括流球 天皇沒有踏坎台澎也沒有踏坎流球 再來1949年十月初的時候 來台灣這裡台灣的政府 中國民國政府 因為毛澤東政變成功 流亡 什麼東西可以轉移主權 其實戰爭不能轉移主權 那是國際之間的戰爭 不能轉移主權 什麼戰爭可以轉移主權 內戰 誰跟誰內戰 中國國民黨跟中國共產黨 兩個中國內戰 所以 臭頭前進來 進來進來流亡 在台灣 台灣是個土地 它有在台灣行線 台灣 台灣他們做 在1911年的時候 中華民國成立 過十一年 民國十一年的時候 他們開始撒那個憲法 不然還怕復法戰爭一大堆有的沒有的 我們台灣那時候是什麼 那時候是大日本帝國 包括他們那個時候中華民國 還有在台灣這裡 在台北這裡設一個 中華民國駐台北總領事館 所以中華民國有聲林 台灣是大日本帝國的土地有嗎 有 在在已經說他們四月二十八 古金山合併條約 日本國的總理吉田茂 放棄君主立憲制的大日本帝國 台澎群島 這叫做片面切割 有的人說的就是懸空割讓 日本國政府自治於大日本帝國之外 而且他做了一件事情 加入聯合國 你們有想過嗎 現在的日本是什麼日本 我們說的日俗美戰 我們台灣民進黨台灣的地位是日俗美戰 日俗美戰的日又是什麼日 日本國 日本國 他脫離大日本帝國 因為大日本帝國是 靠同盟國所 所佔領 戰敗比戰 結果 日本國脫離開不退 去加立敵方陣營 這樣日本是什麼 日本不是大日本帝國 日本是聯合國 人聯合國 委託的一個政治家國 所以 一九五二年 簽署 古今山和平條約的 這個 總理 這個日本國 有代表經過的大日本帝國 沒有 我可以跟各位說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有三個軍事占領 如果古今山和平條約 有代表經過大日本帝國 這樣琉球是不是要在 1952年4月28號的時候 同時獲得自由 結果沒有 琉球是在197年的5月15日 我們這次 我們台灣民進府派 18的 還是先拜 還會參加琉球的主權自由日 台日本帝國 在197年的5月15日 才獲得聯合國的 釋放 讓他們自由 讓他們自由之後 他們也很好玩 也很好笑 編入日本國的沖繩線 這代表什麼 他們真的有跌到自由 沒有 因為 日本是聯合國 會員市 大家都知道 大日本帝國不是 大日本帝國是 跟聯合國在做戰的 作戰方 我們是跟他們打仗的作戰方 他讓琉球民政府改善之後 變日本國 這樣對 不對 他應該要還給大日本帝國 台灣到現在 也是在 麥克拉社 以後命令 然後延伸到台灣關係法 美國那邊 設一個台灣關係法 國內法 來管理台灣 他管理台灣 不是 他的台灣關係法 上頭不是中華民國 他是什麼台灣當局 所以台灣當局是 代表什麼 那不是台灣民國 不是 什麼是台灣當局 對 美國人類 就是 也沒有就是台灣民國政府 所以就是這樣 這個我們回去的時候 那個 維基百科 你可以留下 也可以看 美國AIT的網站 台灣關係法的原文 原文 英文版 也有辦理本 可以看看 上面寫的叫做 台灣當局 不是中華民國 不是中華民國 也不是台灣 他是台灣當局 他是跟官政體而已 我們再來回商一個問題 他叫四兩年 十一月 齊山 受限 脫離開大陸本 帝國的日本 國 195年 5月28日 他有 組織好代表 大陸全國 全國的大陸本 帝國 簽署這個條約 沒有 不過我們知道 古今生的 和平條約 他有什麼叫做 放棄台灣主權 為什麼要怎麼寫 我給各位解釋一下 因為我們在四月初一的時候 雖然 差不多四個半月的時間 四月初一到八月十五 四個半月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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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在這邊行線 在這個地方行線 四月初一之後 落國是什麼人排 我們台灣 台灣總統府的總統是什麼人排 日本的 還要做 落國 不是天皇 在那四月初一之前 拓殖地才是天皇 所以 所以 在那十月二十五 第一國 台灣總統府的行線機關 改善之後 他在那個 古今生的和平條 可以寫一個 改善的機關嗎 不行 因為那個 已經沒問題了 他不能放棄 不能寫下 放棄台灣 總統府的官制任命權 只有用一個行線 用解釋的方式 下去解釋這個關係 跟台灣切離 那個任命關係 因為在那個行線之後 我們台灣是最落國 所以派一個 不過日本國的落國 已經脫離開 台日本帝國了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台灣這邊 台日本帝國 會有簽署和平條約 沒有 如果有簽署和平條約 如果古今生的和平 那個 究竟我們和平條約 如果是有代表 經過台日本帝國 不然跟我們台灣 會同時獲得釋放 包括琉球也會 同時獲得釋放 琉球是 到1972年的五月十五 縮縮二十年的時間 日本自由了二十年的時間 日本跟盡多是 自由了六十年 琉球是四十年 怎麼會釋放二十年的時間 大家來想這個問題 所以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台日本帝國 是前壞 沒有美國 Empire of Japan 這是台日本帝國 現在聯合國 那個日本 是什麼 Japan 不是The Empire of Japan 不是 大英國寫 不代表 英國 大英國是五十四個國家的聯盟 那大日本帝國等於是 北海道 日本本國 那邊有好幾個地方 包括九州四國那邊 還有琉球 琉球他們還有王室 有三個王室 最近有在說 日本的主權 日本的主權 要跟 東京都的豬室 要來買 做 釣魚台 他認為釣魚台是有救的 其實不是 第一台是 我們台灣 在我們的行政區 劃分裡面 是在台日本帝國 台灣總統府 的宜蘭 疑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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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他就是要 萬宿 在 劉球的三個王室 上市王朝 原市王朝 有三個王室 跟我們台灣 包括台灣的 新南巡島 台日本帝國 因為戰敗未占 僱美國所合作 並沒有被促銷 並沒有被促銷 美國四個打 四個戰爭 最近我們看到 對 包括我們的台日本帝國 叫我們台日本帝國戰爭 包括叫伊拉克 包括叫科威特 台北科威特 驅逐伊拉克 不是叫科威特打 他是按照國際法 驅逐 那個第一次不安戰爭 是綁伊拉克 綁科威特 驅逐伊拉克 還包括比亞 包括阿富汗 美國戰贏之後 怎麼會把他的土地圍造 美國 有 沒有 因為是怎樣 國際法有規定 暫定 不能轉移主權 那些地方都是有主權的地方 台灣平衡之後怎麼有主權 有 所以台灣怎麼會變美國 不會 雖然是日暑美戰 他不會 最終不會回到美國的手上 不過這一段時間有多久 國際條約 目前我們可以看 99年的時間 這叫做慣例 他沒有明文規定 我們可以看 還有 歐盟 還有 香港 這都是 鴉片戰爭的時候 很頑固 都在幾年 幾年的時間 99年 就要規範 不能超過100年 所以 我們這邊 最多也是只能夠讓他佔領 99年 就是這樣 台澎群島 沒有因為 任何有效文件 包括 古金山和平教育 脫離大日本 帝國 你是日本國 脫離大日本帝國 提早 提到自由 而且他又 變成大日本帝國的地方 替大日本帝國 替做聯合國 做事情 做什麼事情 包括 包括 1970年 5月15日 瀏球 應該是要 要逛逛 不是要逛逛 結果 變成日本國 這是叫做什麼 叫做土管 所以 瀏球 的地位 跟我們台灣一樣 不過瀏球 如果瀏球 被騙了 瀏球人 他其實 現在加入的日本 不是日本 不是日本 1970年 5月15日 瀏球民政府 因為 帝國 台澎群島 比 沒有 本土主權 只能加入 日本國 提早 獲得自由 因為他就要自由而已 所以 台日本 帝國 現在的政體 我們本有三個 軍事政府 現在存一個 什麼人 就是我們 主要的政體 就是我們 台澎群島 台灣民政府 我們是目前唯一的 被軍事政府 所佔領的 民政府 下面的民政府 所屬的民政府 組織 我們常在說 都要宣示主權 我們現在也要 知道這個地位後 我們 台澎群島 目前是 台日本 帝國為了一個 河長 大哥 我們可以說 有三兄弟 大哥是日本國 二哥是琉球 我們第三個 大哥 二哥都已經脫離 大日本帝國 唯一的副長是誰 副長 擁有 裁決權 這個家庭 要怎麼維持 裁決權 什麼人 剩我們 我們要宣示主權 日本國 劉球 北方蘇島 主島 主島 韓國蘇 百責 北方四島 是 俄羅斯蘇 百責 新南群島 新南群島 是在我們的高雄 那邊有 全世界 通風有的自由 石油 運倉量是僅次波斯灣 可是它上面還有波斯灣廟 沒有的東西 叫做可蘭兵 這現在大家都在唱 可是 那麼多國家敢去牆 包括中國 包括美國 包括外南 包括富裕兵 包括泰國 包括新加坡 包括馬來西亞 胡思丹丹 全世界都胡思丹丹 結果有人敢去插槓嗎 沒有人 為什麼 那個地方不是無主權之地 那有人會 有人會 那規矩有人會 好像可以在美國 頭半 不行 犯罪 如果法庭那個 未開發的地方 你把半都沒關係 你去人的規矩 你不能用半的 你可以用串 就沒關係 扣的就是落下 那天要給你吃 那就沒有 你如果手機慢就不行 你如果扣是沒關係 要扣得清楚 這個跟法律都有關係的 這些所有的地方 都是台日本 帝國台澎群島 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常常 含那個 江澤民也常常說 台灣是他們 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來自於哪裡 你在那一百九五年的時候 就已經放棄了 而且你共產黨 你才有參與聯合國的很多人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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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土台灣人 這是真正的日本人 比日本人更接近大日本帝國 更接近天皇 是順情的大日本帝國的方便 到現在在那裡 在做路 到現在在行 大日本帝國的戰爭 我們大日本帝國戰敗之後 有賠償 戰敗才有賠償 所以馬關掉了 那裡做日本贏 台青帝國書 所以他把台灣掛給大日本帝國 做戰爭債 做戰爭債 我們大日本帝國戰敗之後 我們跟台西美國人四十八萬 跟上海一百二十幾萬 這錢有人賠償 有賠償 賠償賠償 美國政府賠償 你不覺得很奇怪 我們大日本帝國人 台西 美國人 美國政府又跟國富士 到這裡好康的事情 不是 沒有 沒有 因為台日本帝國 戰跟天皇都在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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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吃 沒有錢好賠 那時候不知道哪裡有礦產 因為台灣 台灣的那個新南群島 是在更 以後才會發現說 在海底有那個石油 最近比較知道有 台日本帝國敢有 日本那邊敢有礦產 沒有礦產 沒有礦產 那只一大堆建白的人民 那天皇也沒有什麼財 建到沒有財 這樣他有照的賠償嗎 不知道賠償怎麼辦 做賠償 要做賠償 叫一個台灣政府 因為美國 他很清楚 他要打一個犯人 不能純粹打 這樣違反戰爭法 所以他要抓在這裡 從中國的平台來這裡 幫幫幫幫台灣人 幫他做會 叫港人家 我們台灣人叫港人家 大家出黨 都不知道 我簡單舉個例子 我們都知道台灣關係法 美國有義務 提供台灣當局 免費的武器 是不是 義務嘛 義務就是免費的 免費的 是我們台灣這邊 用我們的總體的稅金 都要免費一千幾億 甚至三千幾億 去買他的建築機 去買他的費堂 來保護他來給我們贈領 很奇怪 我們是比贈領 為什麼還要出錢 叫他拜託你去買武器 來幫我贈領 是怎麼樣 我們在行政很多 我們在行政很多 把我們洗腦 叫這裡九里 要幫我們加 很害 為什麼他要怎麼對台南 因為台日本帝國沒錢 大哥二哥都跑掉了 為什麼他們可以帶走 因為日本 我們不能用原料 不要說原料 要用提料 其實日本國 跟阿祖留給 他們都是不得已的 是怎麼樣 日本國吃兩顆原子彈 阿劉球 騙美軍 在四月前 他的時候 剛才1945年 我們台灣行線的時候 美軍 對那個地方定禄 台西三分之 那個劉球人 屠殺 屠殺 流球人 所以那個地方 並說 吃兩顆原子彈 完六年就好了 你騙美軍 拍到明明 完其實六年就好了 台灣沒有了 他想說台灣沒有了 台灣就只有拿幾顆 那個帶團來帶錢而已 對 沒有就 擔心狗 把你拐著這樣 結果 那個現在就是 美冠主團 還好 我們台灣人有多少人 人權 這樣總共幾台人 三台人 這樣 我們有三台人 台灣總共有 有受難的 政治電域 的那個受難人數 已經超過四千萬了 這樣 雖然沒有那麼多 但是二百 八天就四十五萬了 這樣 還不夠嚴重 我們台灣實在 很可能 我們外面的人 還在說 台灣人就中國人 很害 很害 我們在行政政政 都不知道 還會問我 討論 那本來武器 就要 美國人 要來獎領 要獎領 要叫我們台灣人 出錢 不對 那就是行政政政 這後面都要清算 而且行人 我懷疑他 他把我們結束 那些行人 那些行人 而且行人 如果行人不久 沒關係 我們現在新南群島 全世界 統好 統治的靈環 可以來講 戰爭政政的問題 坐下來談 不過把台灣人 釋放自由 為什麼要做 時間的關係 這個美國憲法 這個我 跳過 這個偶然的心 大家這裡等一下 因為 這個不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 這裡不是要實施美國的憲法 不過我們要知道 美國是一個 由各州 各個擁有主權的州 所組成的聯邦國家 他們的主權不是在天皇 因為他們是 那個議會國家 他們就是各州擁有主權 然後再組成一個國家 再組成一個國家 他們那邊是三權分立 三權分立 台灣這邊的 中華民國 把我們 把那些搞 六、七、七、七、六 他們叫做五權分立 什麼叫做五權分立 你知道嗎 那叫做權責相分 他們把那個 立法官都一樣 把那個 考試權 官員的考試權 任命權 分開 任命權 考試權 那個 對行政權 才分開 那叫官員的任命權 由 那叫行政權這邊 自己再排 定義 公務任務 是由 口試圓 口試一排 在這裡由那個行政權去分排 那官員出事情 先出包 然後貪污的時候要怎麼辦 開始殺了 行政權說 那人不是我這位 人是口試圓的 人是口試圓的 口試說 人是你用的 不是我用的 我口試圓身 他也沒犯罪了 開始殺了 殺了殺了怎麼辦 沒事情 沒事情 把那個 那個 檢察權 對司法權這裡拔起來 司法權 本來擁有 在美國那邊 司法權是擁有檢察權 他可以去 主動 就是一個主動權利 主動的那個去監視 包括說 他的立法 是不是違憲 包括說 他的行政是不是 行政法是不是違法 結果他把他拔開之後 變怎麼樣 司法權 有在盤的人 他沒有 感動的管理 啊 檢察他有辦法去 看的人 他有辦法選盤 沒辦法 所以變這樣 啊 沒到沒了變怎麼樣 也是沒事情 也是沒事情 喔 好 再來說 就有一個 美國那邊的憲法 就是說人平等的觀念 好 啊 第三 中 他也是七張啦 好的國家七張就夠了 中華民國憲法 一共189條 十二個修正案 結果沒當台灣是死 當然 那是 中華民國憲法 裡面規定的 公民 你如果有公民 你可以看你的身份證 你可以看喔 現在立方政府給你的身份證 那是叫做中華民國公民身份證 不是喔 拿出來看喔 可以拿出來看 國民身份證耶 中華民國的憲法 規定說 公民才能夠行使公民權喔 那為什麼 找台灣人當國民 就可以行使公民權 啊 那個要做 黑南 啊 河北 上海 江蘇那邊 啊那個要做 他們的寧夏 那個所在都他們大中原的所在 他的憲法 會 包括那個 土地包括做那個 外蒙古 外蒙古都跟他們搶下去喔 那都他們的國民 都他們的主權領地 他們那些人怎麼不來選去啊 我們2000萬人可以選人 現在是17億人靠的總統 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嗎 我們台灣人都不知道喔 讓我們選去看 是叫我們去人董 他繼續跟我們選而已而已 其實我們選的不是總統喔 美國一直以來都說了台灣黨局 他根本不承認中華民國啊 沒有人相信中華民國啊 中華民國在在 38年的時候 民國38年的時候 就已經叫毛澤東政變成功 全世界都知道一個中國政策嘛 對不對 就是這樣啊 美國啦 早就死了 那個國家早就死了 憲法至上 再來說就是憲法至上 他就是包括他的 或是司法家 或是監察官 結合作會 而且他有一個 叫做違憲審查權 包括就可以深測 立法機關通過法論 其實這樣是違憲喔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我剛才開始有說 先有立法才能有司法 所以司法權是在立法權之下 是不是這樣 結果他可以回頭回來看看 他的立法權 到底你做的事情 有沒有違背憲法 這叫做違憲審查權 不過這是憲法的 這叫做憲法 這就是憲法 這中華民國跟任務 結果他回去看一些 我看那個人做 現在司機都在證修土地 這都違憲耶 結果那個議員做 那個監察委員知道嗎 知道了 知道要怎麼樣 他也是說很快 他也是做政治聰明 這君總統做做的 後一君就不是我了 就是這樣 拖啊 拖制局的四年 就可以換一句嘛 所以他們監察人力完全都不好 監察院也是沒有用的 也是不好的 就一定要把監察權跟司法權 結合在一起 才能夠執行 絕對權利 再來美國的憲法 都在七個章節他都有講 主要規定三大管理 跟政府的組織跟運作 跟國政府的關係 寫到一大堆 不寫就什麼 人民 不寫就人權 憲法的 美國憲法證文之中 完全沒有提到 人民應該擁有的權利 你不覺得很奇怪 美國不是號稱 人權立國的國家嗎 為什麼沒有寫到人權 確實 因為那個時候 美國憲法剛成立的時候 美國有什麼 奴隸制 什麼奴 黑奴 不敢寫零款 不敢寫零款 女人也沒管理 包括女人也沒管理 包括沒六歲的人也沒管理 很多 他們是一波一波一波 遠變來的 到現在才是說了 有人權的國家 國家早前他才有人權 現在的 看三四百年前的 美國的法律當然是不準 不過那個時間點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不然 那一陣子就說 共問問 你怎麼沒訂人權 人民用有什麼權利 都沒有寫到 結果人民用去問 那些參加修憲 那些要做委員 叫那些政客 跟他說 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什麼 要問你為國家做了什麼 那些人民等於 大家開始去挑 我應該要扮國家做什麼事情 結果他要做事情 他做事情 他做事情 做事情 那些要做委員 一回去就比較不走 他也對著走 慘了 人在問一下要注意 所以這一次過了 過了不久之後 一次通過十個修正案 那就是叫做人權法案 我們有來先拜他也知道 那個在1971年的時候 這一次通過十條 全部都寫人權 不是沒有人權 所以我們台灣民主黨一開始 後面我們可能不要接近過 一開始的法令可能收定了不好 沒關係 我們沒有經驗沒關係 不過我們要有向上提升的心理 我們後面 為了我們後來的孩子 要來訂這部法律 要有前瞻性 這後面大家都有機會 這大家都有機會 我發了各位這個 台日本帝國憲法 就是後面我們要對這個地方 對延伸說我們台灣要怎麼用 這部憲法 這等於是我們的先拜都要 發想這些東西 因為大家都有 參加修改 那個修憲的程序的 的那個 委員 委員 說得快 我思法要有減 你怎麼抓好 你也沒法沒減 要叫我去自行轉型正義 真的壞 現在 再來 再來 時間的問題 我說得快 中華民國憲法 這是中華民國憲法的首頁 我們看到第二條 中華民國主權債民 第二條 很好笑 這個 這個 毛澤東 幫那個 中華民國 設立門牌 在南京 他說 中華民國在公園 一九一二年 到一九四九年的時候 有建國 他的國家就是 對他這裡 改變成功的 中華民國憲党在南京 請問一下 中華民國 他說 首都 規定在哪裡 在憲法 請問一下 你現在人在哪裡 落袍啊 走那麼久了 還不回來 對不對 走到聯絡國 把你處急 在1971年的時候 才會正式處急 聯合國有一個用途 那像我們那個 負責 負責機關 同樣意思 他是一個國家的負責機關 把你處急 你國家有一個 沒有一個 我 像我家 我如果說 那時候貴心的時候 我清新提起的 有一個線 有一個紅線 有一個等等 處急啊 這人不得了 這問題在這裡 中華民國 憲法本文都說 187條 還經過十幾天的修憲程序 在1949年受終正前 到現在 也不是過台灣 包括選舉這種篇 包括總統也是他自己說的 我來講來台灣 台灣 這段時間 只剩十分鐘 我講到十分鐘 到 當初是 中華民國 離開中國 的時候 總統是什麼人 總統是 李宗仁 現在就是 我們本的總統沒有問題 問題 他是怎麼 把他扔下來 是要把他扔下來 我們都沒聽過 蔣介石下野 蔣公下野 為什麼下野 他趕走日本人 在他們 中國的那個 心目中 是很有地位的啊 對不對 那做總統剛好而已 為什麼要把他扔掉 為什麼日本人造而已 因為他在打日本人 基本沒怎麼打 他有這種糟糕 齁 啊 人家都借好給日本兵 因為他 中國兵不賤嘛 只好 製造一些 那個人民的一些死亡 包括南京大屠殺 南京大屠殺 是什麼 是他們國共 之間的那個 國共之間的那個 那個青黨 他叫做青黨 那時候叫做青黨 他在青黨 青青的時候 日本兵都進來 啊 多時間想 哇 這叫做真好成功 這不再說 死2萬多的人 結果說40萬 但怕的人有那麼多人 沒有啦 哪有那麼多人 沒有那麼多人啊 叫他拿出那個 那個 那個造冊出來 我們 我們是怎麼可以說台灣 包括說我們現在有在做 那個台灣人 那個那個 本土生分證 我們可以去拿日本時代 阿公阿嬤 那給這裏本 來做 是怎麼 包括這個 標誌說這個所在 以前有行線 在那做 憲法裡面 有規定主權嘛 那主權包括什麼 人民 包括土地 包括土地裏本 包括人民 你都有辦法把你造造起來 把你租一清二湯 你南京大屠殺 你拿不出名單 結果用好的 跟那個 還要是市區五百元 外面 還要是在那邊 南京大層外面 那邊 那邊 亂槍 全部都鞍起來 那人頭都遵守 只要有頭就遵守這樣 那算起來不到30萬 親才用好的 阿不然 他就是 經常做這種事情 都是台式中國人 要獲獲給日本人 這就是同的原因 包括 我們可以去武國 去查詢一下 叫做 黃河潰堤事件 黃河潰堤事件 他為了要獲獲給 日本兵把防河炸蹄 炸蹄之後 那次死100多萬人 100多萬人 一百多萬人 一次他炸蹄 然後整個防河流域死了一百多萬人 整個潰蹄 還造成後面的瘟疫 還造成防河流域是正理的地方 那個地方饑荒了五年 所以 中華民國政府 流亡來到台灣的時候 經常我們有些先輩 可能比較少年的時候 我去看到那個國小的教科書 說他們那邊都在吃蹄 是做共產黨所主政 說他們那邊都在吃蹄 我跟你說 吃蹄是為什麼 什麼人造成的 酒街酒 酒街酒 這個事情 他都要兵去做 那個兵知道嗎 知道 包括湖南長沙 雲溪大火 這大家Google都可以去查一下 這也是酒街酒 叫人那個風聲起來 跟裡面人燒死 要帶給日本兵 不過這兩個孫子 後面講完這兩個孫子 他失敗是怎樣 因為天后的關係 那個日本兵走得那麼快 他們走哪補 他們走路是很快 中國人走路很快 日本兵做不到 所以萬兩天 萬兩天 結果 現在一個統領就是 他運用媒體 叫很多外國記者來這裡 貼上 說做日本兵來台西長沙城的人 來這裡 焚燒 焚燒長沙城 來炸蹄 結果那些外國記者看到 日本兵都要出現 為什麼這個地方 提防會潰 然後那個長沙城 也大火了 結果他怎麼說 外國記者 你們都不要打過 叫做焦土政策 駕獲失敗的叫做焦土政策 駕獲成功的叫做南京大屠殺 我實在很幸福 中國人都跟我說不行 這大家都可以看 當然可以查一下 我比較多的先輩 反省以後 會知道這些東西 那些兵在做 心來感不覺得會惡測 知道 不過他們就要管日本人 因為他們的政戰系統 洗腦洗得很乾淨 想要先安捏 先人外在安捏 這是國民黨所要求的 先人外在安捏 所以先把日本兵看出 這裡大家要去喬 後來悄悄的 先日本兵現在 因為美國的概念 日本兵真的走了 就像這個人 人家還要愛嗎 人家知道人家要愛嗎 人家也愛 所以 對行憲之後 把他廢除 第一個 中華民國行憲之後的 第一個總統 是蔣介石 第一個被罷免的總統 也是蔣介石 做沒人當 他的副總統 李中仁 去做 總統的位置 去做他的執選 因為他下爺 其實不是下爺 可以開除 被國民大會開除 請問一下 李中仁如果劉榮 在美國的時候 他剛才可以親切就回來 沒有 因為他身體上很多職位 中國國民黨總裁 中華民國軍事政府的委員長 軍事委員長 軍事委員長 原帥 我們代表什麼 現在那個做參謀總長 你知道嗎 參謀總長 政治委員長 國防部部長之下 中華民國的憲法上頭下 總統職權不在的時候 由副總統接任 副總統的職權不在的時候 由國民大會議長接任 議長還有副議長 再來 行政立法司法考試檢查 再來 再來 如果全部都沒有人要接 再來換隊理長 換那個做行政 內政部 叫做天下第一大部 從內政部開始 內政部開始由民政委委 開始白白 當時才能白到那個國防部 白白可能超過200 結果他跟插隊 國防部下面的參謀總長 既然 直接就跳過那個整個所有的人 直接就又回 又復刑事事 他們說了很復刑事事 你們可能都沒得過 所以我都叫他鷹鷹鷹鷹鷹鷹 麥克阿瑟委託蔣介石的 就是這樣 藉由麥帥一號命令延續貸款 再來還有 阿伯伯 很慘 直接選舉民主之名 實行借殼喪失之時 對台灣人慶祝我們是罪惡 換台灣人共台灣人 在你選舉 在拿中華民國國民身份 去執行中華民國公民的義務 好 這大家好好思考一下 好 跟我們介紹到這裡 我們其他的固定 有機會我們就在高級班的時候 我來講我最少 感謝各位謝謝